Hello 大家好 我是C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继续去谈谈河马 不过很明显我都迟了人十几个小时才谈 现在网上有些消息就说 由于可白就爆了自己子女的私隐 所以网传子女就准备去报警 甚至乎就说 重案组去跟进这件事 其实你说去报警这件事我就觉得合理 但是重案组跟进 我就只能够说 这些人为了观看就吹吹吹吹 因为你稍为正常有每日读过报纸 都会知道这件事是不合理的 稍后会再去和大家说多一点 另外有些人说 不是呀 他们去深圳直播 会不会就是因为 在深圳直播 所以起人底都变成无事 其实这件事就应该不会 如果你说其他匿名的网民这样做的话 说他会有一个地域的问题 但是由于他们两个有名有姓 那么出名 你不要说去了深圳 就算他搭了飞机去日本 去了其他地方做也好 我自己也觉得 你说有没有机会违法呢 有机会的 另外 今天除了去说什么报警 起底之外 也想去分析一下河马那种的阴毒心态 因为我发觉他那种的招数招式 是真的都挺独立的 那我都只是摊开说了 我这个台就跟其他台不同的 即是我就不想就是什么 拍摊呀 假扮生气呀 爆一下粗呢 那就叫做涉时间 就叫做结束了这一集 最重要的就是说了 说的话要有营养 真是要分析到河马想些什么呢 这样才对得着过慢的观看数 只吹水发脾气这些 即是比较低质听来都无谓呀 好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啦 那关于报警这一样东西 是在哪里传出来的呢 又是在那个群组一个匿名投稿者说的 不过有群主出来认证就说 这个很大机会是真的子女的匿名投稿来的 其实匿名投稿这一样东西 我们普通人看不到 但是群主是看到哪一个匿名投稿的 即是那个柳哥李国永他是知道的 所以是因为他贴了出来 他说联络过接触过 所以大机会应该是的时候 令到很多人都觉得 咦 真是他呀 那有些人都会质疑 就说 如果真是可怕那些子女都被人公开了个名字 那为什么又要匿名投稿呀 其实呢 有时候就是说 你知道一个人的名字而已 你不会知道他的样子的嘛 对不对 那如果人家是真是公开用自己的增长号的话呢 很容易就是说 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正义的网民的 也有很多是胡作非为啦 匿名啦 搞事的网民 即是你说会恶意去找别人的照片贴出来呀 那些 再加上大仔什么身份呢 警察嘛 那警察来说呢 本身已经有班人不喜欢他们啦 那所以呢 为了去保障自己 那还有啦 有时候就算你说 咦 我不介意呢 就是那些网民怎么看都好 那或者他上司会介意的嘛 那所以有些东西呢 人家真的匿名投稿呢 那其实呢 都是合理的 那还有呢 就是你说那些子女会去报警这一样东西都对的 对不对 喂 老爸 你都爆了我有两头家啦 你摆明就想我家破人亡的啦 是不是 还有啦 你现在都已经是和河马一起啦 那大家就彻底反面啦 是不是呢 那还有就是说啦 对于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说 究竟没爆自己的料是不是时辰未到呢 那一旦就是说啦 如果阿哥肯去报警的话呢 那其他的兄弟姐妹呢 他们的个人私隐就能够得到保障啦 还有啦 喂 现在摆明有点痛脚啊 那你去报警其实是说的 你又不需要自己拿几十万出来去找律师 就去解决这件事 警察帮你做嘛 私隐专员工厨帮你做嘛 是不是呢 用政府钱何乐而不为呢 那所以就是说啦 而有得去报警的 就一定要去报警 如果不是呢 这些人呢 他们将来的做法会越来越过分的 甚至乎就是说什么 儿子是水警的嘛 那会不会呢 搭船铲到水警基地那里呢 周围跟子女说啦 李上司呀 姓何的呀 我个儿子来的呀 你认识我呀 何八呀 旁边的那个河马你认识啦 到其时呢 各自不同子女都被他们两个进去骚扰 都真的多得你不少呀 所以就是说啦 报警 甚至乎就是说 大意灭亲 拉了自己的父亲呢 那就让他在里面好好反省呀 还有这些呢 虽然你说最高刑罚是坐什么五年 最多罚一百万这样 但是啦 你几可少见到所有最高刑罚 真的拉到最高呀 很多时候真的判的话呢 可能是说几个月的而已 还有呢 他不算是爆了嘛 他不是说 他是黄大仙什么村什么楼多少楼多少室 他不是这一种呀 还有啦 又没有样子 又没有电话号码 就是是有爆料 但是呢 爆得就不算多 还有啦 阿八又可以用他 就是长者的身份去求情 就说啦 因为儿子呢 拿了我八三万 所以呢 我就突然之间做这些事情 这一样东西可以用来求情的 但是呢 不能够作为无罪的争辩 因为呢 我平时和大家看神早新闻的时候 都会看到的 就是私隐专员公署都捉了很多那些 例如说 这个人欠债不还 我先放他的资料上网 接着到最后自己被人拘捕了 好了 就算是人家欠你钱也好 但是你用了一种错误的方式呢 到了最后呢 都是会使自己被人拘捕的 所以就可以用来求情啦 但是就不能用来当无罪啦 另外啦 有些人就说什么呀 哎呀 重案早跟进啦 警方警方拉人啦 其实呢 好像这些不急的案件呢 就不会做事做得那么快的 因为你不是说这里有人抢劫 警方警方被人一拳打 打了下去 就像JPEX那些事件 好像黄青霞那些事件 是不知道的 突然之间有一天说 拘捕就拘捕 你猜他不了的 再加上呢 就是 日日看新闻啦 大概这一类型的起底案件呢 起码四五个月之后才捉人的 因为呢 他们又要开网络 接着呢 我们平时上网看就说 哎呀我见到他这么说呀 但是你要把这些事件 真的变成一个文字资料啦 接着呢 再交给律政司 律政司又要给法律意见之后呢 兜完一大轮呢 警察才可以去捉人的 所以呢 大家看到那些影片说 什么已经被捕呀 什么上了手购的那些 那这些呢都是其他行家呢 就是做些假新闻呀 假标题出来的 那叫做验下大家 那过下瘾验下钱的而已 那好了 那不过呢 虽然就不会现在拉啦 但是假设啦 四五个月之后 阿伯被人被捕的话呢 那何马就可以名正言顺 叫离婚啦 因为呢 你人在监狱嘛 那你又没得再糖痴痘自己 那到其时呢 就是签张纸说离婚 那四百五十万拿不了啦 那究竟拿不拿到四百五十万 当中的一半 对吧 接着呢 又可以出来哭了口又说啦 因为阿伯进去了嘛 咬口无言 出不了声的嘛 那他又可以说啦 哎呀其实阿伯呢 每晚呢 是打我五次呀 搞到自己好不开心呀 阿伯呢 其实是逼我开直播的 他逼我做网红的 东章呢 都是他逼我的呀 这样呢 接着呢 又可以把自己 赶造成为一个 永远的受害者 然后呢 再把自己化身成为一位 坚强的单亲女士呢 再站出来做网红呀 那反正呢 阿伯坐监 那对于河马来说呢 命正言讯呢 就脱烂 甚至乎呢 还可以换起家的锁呀 那另外呢 河马呢 亦都在自己的群组那里呢 发脾气呀 那留言在这里说啦 哎呀其实我老公呢 好伟大呀 那五个子女呢 那么多年来呀 做医院也好呢 做警察也好呢 做到那么高职位也好呢 一分一合都没给个老爸的 接着还说啦 阿伯呢 那么多年来呢 就很辛苦做装修呢 去供养自己的子女 那其实这样想呢 又是很不合理 因为大家想想一下 我假设他真的赚到三千几万那么多钱 再加上他的性格 真的很喜欢派钱给子女洗的 那为什么剩下了四百五十万之后 他只是跟子女做双签呢 如果真的好像河马所说的 哇 那些兄弟姐妹好贪钱的 那其他兄弟姐妹见到 喂 只得子女做什么单签双签 那些钱在他手 那其他兄弟姐妹不会眼红到爆吗 是不是 就是够钱呢 下不了自己手 又或者呢 但凡以后问老爸拿钱呢 都要经过子女的同意 那你想一下 如果五个都是这么贪钱 其余了四个呢 一定会骂大架的嘛 就算有没有你河马在这都骂大架啦 是不是 但是事实又不是 河马未出现之前 就算是子女拿钱 就算是子女拿钱 那些什么保险贵的金也好呢 都没有听过兄弟姐妹在那里吵啊 是不是呢 甚至乎呢 去到现在 都过来两个月啦 都没有任何一个兄弟姐妹 是怪过 小姐妹拿走了那些钱呢 那如果真的好像这样说的话呢 其实他们那五兄弟姐妹呢 是没有可能这么团结的 一早呢 会有人内部分裂 因为真的贪钱 所以呢 放了些东西上网 但是啦 直至到现在呢 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啦 看到这些兄弟姐妹呢 他们似乎呢 不是想瓜分一块财产 他们是想守护一块财产 所以大家看到呢 概念呢 是完全不同的 那其实现在 可白的世呢 和他的子女呢 就应该这一世呢 都修补不了关系的了 就算你说 将来 河马被人拉了 阿白呢 就终于如梦初醒也好 都修补不了了 所以呢 可白的未来呢 是注定妻惨的 当他继续去伤害自己子女的时候呢 是等于斩了自己的后路 就是到其时 人又没有钱又没有 老婆又走老 就是这样的啦 难道你说到其时 真是期望那个 嘿 行啦 到时 他的儿子呢 就大学毕业 到时养了自己啦 这样 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些啦 是不是 有很多人 连自己父母 都未必有能力 可以全心全力进校 你还要期望一个 陌生人去养自己 这些真是浪费啦 还有呢 他的子女呢 已经是拿正牌 真的可以不用照顾自己的父母的 就算你再怎么骂人不孝也好 但是这种的不孝呢 已经得到全香港人的支持 那么河马和他的关系呢 大家明眼人都看到了 其实玩了两三年就完了啦 所以呢 河白呢 因为他是一种 很极端 很传统的中国男性的思维啦 所以呢 当我倒入去想的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 他是这样想的 他就会觉得呢 现在全世界人看着我们这么恩爱 我估计河马都不会和自己离婚啦 一离婚他就很没面子 他说很爱我的嘛 对着七百多万人 几千万人说 大家这么要面子 他不舍得我的 但是这方面想多了 当河马连网红都敢去做的 能够顶着这么多几千万人的漫马 而选择去赚钱 你觉得他会不会真的 介意其他人的目光 而选择不离婚呢 没可能的 只不过是说着 现在还是网行 现在还可以赚钱的时候 才不离婚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着用什么道德标准 去限制着河马 我认为 我觉得啦 这么多人见证着我们 甜蜜誓言 他没可能离开我这种想法 太过天真和太过一厢情愿 和河马 一早已经有很多话术 让自己的离婚 变得更加高尚 变得合情合理合法的高尚举动 接下来就来到一个小重点 我去推测一些 我认为河马的思维方式 因为真的相当之毒辣 可能我都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我明白他想什么 不过都是那句 踢包还踢包 但是大家要知道有些坏事 大家知道 但也不应该去做 因为河马他想的事 很恶毒 甚至乎我是觉得 你做了真是会折腹折受折堕 首先河马作为枕边人 不断鼓吹阿白 和他的子女的关系 全部有这么恶劣 去到这么恶劣 因为这样做有几个要点 第一就是 断了河马的喉努 令河马 无论是情感上 或者是经济上 都只能够完全依赖自己 情况就有点像黄青霞 即是在香港 入了去坐之后 没人没物 只剩下李隆基去帮他 即使你说 黄青霞以前认识哪个 送过话给哪个都好 但现在个个都说不清楚 不认识他 不知他是谁 对不对 只剩下李隆基这个救命道草 到其时对于河白来说 都不是到其时了 现在河白 只剩下河马 作为他心中所谓的后路 好了 对于河白来说 他为了能够和河马 在一起 希望他的这段关系能够长远稳定 恒稳致远 一定要想尽办法 去拿回那四百五十万回来 所以 河白未来 无论是一哟二闹三上吊 或是去银行那里 滚地沙 发脾气 写信给特首也好 他都一定要做 因为他一定要去拿回那块钱 好了 然后去到第二件事了 其实河马就说 河白的战斗力高强 其实 无论是现时 他们经常走走滴滴 又或者他们夜晚的情况 都会令到一个长者的健康 就越来越不乐观 好了 去到这个时候 就可以用苦肉计 去令到河白的子女就范 不过这一招 很高明 因为我们以前说的苦肉计 周瑜打黄盖 都是说自己人受痛楚 去博取人家的信任 但是河马那招的苦肉计 他自己是不需要受到任何伤害 是说 受伤害的 就只有河白 接着河白开始病了 动不了了 又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的问题 老人病了 到时将河白 到时河白的环境有多惡劣 到时河马就可以说了 你们没有资格去处理你们爸爸的事 唯有你们给我所有的钱 我就帮你们老爸转去一个好点的地方 转去一个好点的地方 这个已经是最后的人词 当然就不是说 你们帮忙给月费就算了 你们帮忙拿回那四百五十万 才和他聊天 所以这个苦肉计是比较长远的 是现时大家暂时还未能看得到的 好了 至于第三样东西 就是说 河马是有一个报复心态在 河马是一定要将这件事 牵涉到越多人越好 就算是说有些人明明和这件事的关系 真的不是那么大 例如是说五个子女其中一个的女婿 即是女的老公 明明关系都隔了几重 明明那些钱肯定就不关女婿的事 但是都要经常玩别人的电话 都经常要拖别人下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他们都不要面了 只要在这件事里能够拖越来越多人下水 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就算拿不到钱也好 都能够达成他们报仇的目的 即是无论是那个 什么叫阿威的女婿 还是其他人 邻居 诸如此类 甚至乎就是 什么银行职员 银行经理 那些 我不管究竟是不是真的关你事 总之反正现在我那么出名 我就要拖你们全部人下水 到时候就算自己拿不到钱也好 但你们一个二个都是对我不好的 你们一个二个都是阻止我拿钱的 所以现在我要拖你们下去 让你们都要受到麻烦 总之我不一定要拿到钱 当然拿到最好 我拿不到 你们其他阻止我的人 都不会给你们好过 还有何太最聪明的一个地方 不是何太 何马 最聪明的一个地方就是 他现在懂得四两拨千斤 懂得开直播去赚一些钱 然后下周一又说直播带货 甚至又说 今天就说要去银行 什么游行示威 见经理 又说见律师 最聪明的一个位置就是 他将所有 明明是自己很差的一些劣势的地方 全部转成为优势 去帮自己谋求利益 例如说 通街都骂我 不要紧要 拉所有人下来 要骂就一起挨骂 现在个个骂我 行了 黏在银行那里 大家一起声誉受损 其实真的能够做到这些计谋成虎 在社会上其实就真的很少 你说社会上 高学力的人就不少 大学生现在学力膨胀 什么一个招牌跌下来 都扎死几十个大学生 但是学力还学力 他这些心计能力 计算到尽 然后 河马还要计算自己能够全身而退 好像这些人 在社会上 就真的不多 甚至乎就是说 你想想 河白他爆了子女的私隐出来 河马 将来他被人拉了 自己要去瓜分财产更加方便 因为所有东西都不需要再靠可白 自己可以一意孤行 我单方面来分 趁你在监狱里找不到律师的时候 分了你的钱 然后再自己直接去和他的子女追讨那些钱 然后既是能够追到好些钱 然后之后 也不需要再去服侍去照顾可白 这样 不过啦 虽然我现在说到 他好像很厉害 很屈肌 好像主宰了整个世界 但是他不是没有弱点 好像作弱都说过 他想吃网红的饭 但是 也说过 其实他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玩的 所以 只要大家齐心一点 他很大机会 在账号上翻车 没有办法值得大货 最后 他们两个人 就会沦落成为流马车 和龙芯那类人 总之就是不断为别人 一些认识他们的人 去制造麻烦 然后我们就能够吃花生 去治愈治愣 另外 还有一件事很好笑的 就是 河河马 经常都在那里说 一百万一百万 你给一百万我 我有机会变到几倍钱出来 但实际上 其实他自己的河包 都起码有可能七八十万 是不是 一来 他身上的珠宝 再加上 他未识可白之前 他不可能没有 撕几钱 是不是 你想想一个人 能够 抽大到一个十八岁的儿子 然后还可以穿金大银 收收购买 肯定不少 另外还有 我当他只有五十万 但是 他未来那几天 就是开一下直播 直播大货成功 然后又有些其他人 有些朋友说十万找他卖广告 所以你说他在这段时间 可能几个月内 连同自己资产合共有一百万 是不奇怪的 真的有很大机会可以找到的 但是 到他本人有一百万的时候 你就看看他会不会 真的拿出来去搞所谓的生意 那挺肯定不会的 因为 自己骗自己钱是没意思的 还要说骗自己钱 还要间接跌少少钱出来 对不对 钱真的要骗别人的才有意思 所以他不断扯着一百万 但明明他有的 你自己也有的 你变四百五十万出来 然后就自己变一万亿出来 但他又变不了的 唯独是说 只有河白的钱 他才有能力变大 自己的钱反而就变了一个废柴 没有的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有钱 但我就变不了大 唯有阿白的钱 有灵气 所以才可以做生意变大 还有 河马经常说自己怎么努力 我会努力 一定会很努力 其实这些有点像 大家见公面试的时候就说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我不介意OT的 什么进去读书 学位那些就说 我会努力学习的 我不会走堂的 我一定会上进努力的 但是之后实际上是怎么样 各位观众就明白得过我 总之面试一条龙 上班上学就一条虫 其实实际上 河马除了所谓煲过一下汤之外 他和河白每餐都出去吃 你想想 一个连吃饭都不是那么愿意去煮的人 而且你看他们直播都知道他们不努力 虽然有很多人都会直播 但是直播都有得分努力不努力 例如说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还是想着两个小时坐在那里 和大家吹水 还是说 两个小时里 塞满了很多东西 准备了很多东西 他们连直播都一定要选吃饭时间 你们就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心去准备什么 纯粹就是说 反正吃饭都浪费时间要坐在那里 不如多吃一两小时吹一下水 自己又轻轻松松 不用用脑 经常就可以在那里吃饭 然后脑就不用动了 这些这么懒惰的人 他们是没可能创造到大量的财富的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做局 去将别人的财富转移 总之 未来就慢慢看下他们的报应 因为都有很多东西 例如说 银行会不会出信去告他们 然后 起底那里 警察会不会做事 然后 还有 房处那里 什么时候去收回房子 然后还有 不排除就是说 林作那些小气鬼又不知道会做什么出来的嘛 所以 他现在继续享受着 自以为自己是明星的生活 但是 我随便都数到四样东西了 你想想 有时候他不需要四样东西中了 他四样东西中了 其中一样他都麻烦了 所以 他们未来注定大祸的 好了 今集就来到这里了 去看看下一集 究竟他们去完银行 没有 闹出什么笑话 最重要 记得去写信给李家超 写信给邓炳强 我也想看看他们怎样去回应 好了 今集就来到这里了 我们就一会儿之后再见 是这样 拜拜